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扰 曾经有做一个调查 如果是要大家问说男生有没有性功能障碍的话 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说自己有这方面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台湾人害羞 所以改做问卷的话 变成了大约三分之一 坦诚这一方面是需要特别来关注的 今年特别要让大家冲振雄风 机不可施了 包括强筋护胜的好方法 今天会告诉大家 请到的来宾包括了 中医师李玉佳 大家好 还有宣称自己绝对没有问题的Paul 大家好 接下来是泌尿科医师张浩凯医师 大家好 还有生理学教师魏兆文 大家好 好 就来看居然天气冷 跟男性总工是有关系的 最近天气炸冷还寒 而且都是忽冷忽热这样子 不但是代谢跟心血管的求诊量变多了 而且台北市联合阳明院区的泌尿科 还统计说来就诊的人居然增加了两到三成 天哪 对 其实我觉得冬天真的会有影响 像我们有当兵人就知道 冬天你在洗澡的时候一片哀嚎 因为大家都这样矩起来你知道吗 起跑点就比人家输更多 然后甚至有些恶性循环的原因 因为天气冷你会干嘛 你会喝酒 你会吃火锅 那些大鱼 大肉 大油 大咸 然后加上酒精的摧残 基本上就会让你冷到寒 神到寒 完全都不行 所以冬天这种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就比较没有精力 比较没法度 然后真的在生理上面也会有相关表现 的确是这样 因为阴晶还免体的血管 瘀器 所以冬天血管会瘦缩 所以可能功能就变差了 换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因为冬天出去的 机会比较少 比较不想出去 待在室内多 室内无聊可能就需求量变多 需求就觉得自己变差了 冬季跟不上需求 心理因素就对了 需求也有 好 那如果就你的门诊来看的话 大家通常遇到哪些问题 还有很多人对于所谓男性雄风的 这个原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简单讲 海绵体就是一个 长条形的气球 血管进去的血量够的话 它就能够内压就够 血量够 压力大 外面有白膜束缚住 对 就好像我们脚踏是在灌气一样 那灌得够饱 外面就硬嘛 不够饱就 外胎就会 对 有点像气球有点软掉 内外胎这样 对 其实患者会有一个压力 好像要来看医生就觉得 胜贵的我养肺 好像有病 不敢说 其实大家在这里呼吁一下 这个可以看这个图 它是血管 阴经 还有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 对 那这其他的动脉 这是脑的 这个是脚的 大家可以看到 阴经的最细 对 所以血管不会说 来 我今天只阻塞脚的 不阻塞其他的 原来 全身血管是相关的 对 所以他这边已经开始发出警告说 你的血管没那么通了 那你就要注意 其实国外都建议 有勃起功能的感觉 变差的时候 就应该检查一下 有没有冠状动脉 也有阻塞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血管因素 那上位老师 大家会很好奇 你是心理学教师 会到你们那边去的是什么样 你遇过什么样的患者 像Paul刚刚讲话这么大声的 就可能 想我一跳 我有去过 马上提心关心 其实一般来讲 会来到身心科 多数已经是排除气质性 就是器官性 一般一定是先到詹医师那地方 泌尿科那地方检查是没问题 器官功能是好的 但是就是它的 器具为什么一直呢 好像没办法使力 其实呢 刚刚凯云一开始在讲到 天气冷有没有关系 一定是有关系 但这有关系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跟工作压力有关 为什么 因为到了天气冷 进入年关 年关会发年终奖金 然后跟你这一年的业绩压力 其实多多相关 我就分享一个 过年那个红包也都发了 就觉得已经失血很多了 其实我觉得 新阴性的这种勃起功能障碍 多数来讲会跟压力 在身心科看到是跟压力和睡眠不规则 因为到了年关的时候 其实可能生活作息 或者是说要大鱼大肉等等 都会影响到它的勃起功能 是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个个案呢 旁边有一个科技区嘛 这样那它那个个案是30岁 其实30出头 事实上是正风 30岁应该是 以前不太多 现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不 20岁的都有 正常30岁应该算是最顶峰吗 这30是我们的巅峰 很高级吧 对 因为一般话 像那个泌尿科学 不是有其他一个 最简单计算方式 99乘法表 大家都会背 99乘法表就已经反映出 其实你的亲密关系的发生次数 什么意思 比如说39 3927 所以两周大概差不多七次 但是因为呢 对 它是这样子计算 这样算哦 然后那时候2918 这个简编的算法 简编的算法 2918 什么意思 就是一周八次 也就是每一天它可能 在青春期的时候 它可能都会自行弊案 需求量就对了 对 是这样 那你想想看30几岁 3927 两周七次 这个其实大家已经变成一个 同时 可是呢 你知道吗 老婆就很在意 为什么你现在才30几岁 而且呢才刚升一个主管 哇 你理论上不是应该是 人风喜事 雄风啊 万丈 对 这样子 可是呢 它却越来越不行 那你遇过年纪比较轻的 是几岁 来找你 最年轻16啊 一堆小情侣 还没到法定年龄 不过那个应该 我认为应该是心理性 心理性 第一次不行 一个压力在嘛 然后后来就雪上加霜 每次 这个只有记忆的 它会重复那个不好的记忆 就每次 越想要 这个地方很奇怪 越想要越那个 对 所以青春期的时候 尤其刚开始有性行为 如果发生的时候 万一你真的去看一些 不该看的片子 对对对 你就是比较之下 有没有问题吗 对 就是说 因为他会看一些 譬如说一些 夸张的影片 他就认为那个叫正常 那我了解了解了解 我遇过一个例子就是 他来烦我大概烦了五十几次 几岁啊 三十不到 五十几 他就看到他哥哥 他自己跟我讲 还不知道什么废话 去偷看他哥哥跟他嫂嫂 然后一看他哥哥怎么这么大 然后就一直来问我说 我的怎么这么小 是不是有问题 我跟他看了几十次的 都说没问题啦 你这个OK 标准 所以他也是不相信 所以以医师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 还是不要看太多那种刺激性的 太早接触的话不太好 那就中医观点的话 到底男性这个方面 跟什么有关啊 男性的话呢 其实主要还是跟肾阳有关系 因为我们说 生殖的能力 其实就是以中医来讲 它是肾 中医的肾 它就是不是只是说 是泌尿系统 比如说排尿的功能 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殖 尤其是男性的话 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你肾阳很充足的人 它可能勃起的功能就会很正常 它的反应可能就会很快 那另外我们讲圣经 圣因的话就是跟精液会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正常的 让比如说让你的另外一半 正常的受孕 就是跟你的精子里面的质量好不好有关 这个是圣因跟圣阳圣经圣阳不同的地方了 那我在临床上也会有遇到一些 比如说有两个高峰期 一个是30岁 一个是50岁的男性 那30岁的男性呢 它可能就是以前 因为现在性开发都比较早嘛 它可能以前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太过度的DIY 或者是以前还没有很稳定的女朋友 可能就是也很不节制 那她30岁来门只能知道说我以前就是太过度了 那现在我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反而我要正常的时候 会这样吗 会很快 应该是说她可能 像overuse之后遇到这种 其实她30岁的表现可能是说 她一开始反应要起 就是说她要勃起的话 她要硬化 甚至说她的那个硬化的程度的话是很正常的 可是当她要开始跟她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她突然之间她可能心理上的关系 她又会软掉了 这个跟50岁的时候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50岁的人她可能经过了可能工作的关系 长时间已经过度的劳累 她应该是说她的体力已经消耗下来了 对 所以她反而是她正常勃起的方面 她会有点困难 这是30跟50岁的差别 可是要怎么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需要去找医师了 这个要请医生来教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面很多的蔬菜水果 第一 泡你想先看哪一个 当然是比我跟我比较像就是第一个 对 小黄瓜 因为前面应该还有 这是我的部分 但是比较像 我也这样 你是说木棍的很近 对 这种大理石之类的 对 比较相近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小黄瓜的话 硬度100分了 你那个已经硬化了 我那个形式已经实化了 对 一般人大概就是以小黄瓜来算 你不要找那个很软 那个小黄瓜 还是有一些软度 就比较像这种 所谓的这个 对 像这样 你捏它有一点软 但是它 怎么讲 台语说里面有100分 有没有 但它小黄瓜有个缺点 有一次我拿小黄瓜给患者看 他说我没那么长啊 他说没有硬度 实在讲 呼吁一下硬度 好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就是很正常的 OK 再来呢 带皮香蕉 硬度75% 它就比较 相对比较软一点 有没有 捏得下去 这个捏得捏不下去 表皮还是有硬度在 对 这个程度大概男生 有的自己会来 就会来看密脑科 这个时候需要吗 因为他如果比较重视这个 他知道这个跟健康有关 他就会来 那你的建议呢 你的建议是像这样子的 带皮香蕉的硬度 这样还可以再看看 给休息一下 对 或是多运动 营养补充等等 放轻松一点 对 待会营养补充方面 也会告诉大家 营养补充其实有蛮多帮助的 好 这个是75% 对 再来 这香蕉已经好像没有皮 去皮香蕉 去皮香蕉 所以刚刚讲 煮塞一半大概就已经 煮塞一半 没管的煮塞 所以它变成冲鞋很困难 对 很难 这个以积年来讲 就是赶积不进了 积赶不进去 赶不进 这个硬度 没办法突破 那个阴道外面的阻力 所以这个就会 勉强进去 中途也会 了解 就没办法完成 方式就对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来找你们 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一定要 这个它几乎大概就可能 一个月可能完成度不到一次 甚至几个月都没有 OK 它现在三十几岁 就这样的蛮多的 对 现在非常辛苦 我觉得现在人的压力 压力重重重 太大了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印象 接下来就是很多人 会用开玩笑的方式所说的 蒟若男 对 这个血管 大概只剩25%的血量进去而已 就是软啪啪 这个年轻人会有吗 还是跟年纪有关 年轻人这么软的比较没有 年轻人大概都这样 不是不行 这样 那这样的大概 就是说你放着它都不治疗 因为我们的血管它是 进行性的在老化嘛 对 那萎缩 还有阻塞 所以到最后它完全不通了 或是只剩25以下 大概就是变这么难 也就是说要及早治疗 跟瘦的疾病一样 对 及早治疗效果才会好 你把它想成它是一个血管因素 对 你就不会用很多负面的人来想 对 其实我们也是用健康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因为比方我们刚刚提到 天冷的时候 心血管会受影响 原来我们的这个弟弟也会受影响 然后呢 如果你不去治疗他 就跟我们血管堵塞一样 会越来越糟糕 对啊 我们堵在脑筋就是脑血管 冲血 中风等等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其实都有影响的 这个是你现在 在这个电视机前面 就可以自己知道的状况 那如果人家真的来求诊了 因为有进一步的检查方法吗 这个可以分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 有一种它是不知道 我到底是心理性 或跟您刚刚讲 气质性 或心音性 对 那因为大部分我们要看年纪 如果太年轻的 二三十的 四十出头的 它有可能 它真的是心理性 很久以前都有 有在做一种检查 现在几乎都没做了 我们都开玩笑叫 鸟电图 有新电图 鸟电图 它是鸟电图 我开玩笑这样讲 它是一台像便当核大的一个微电脑 那上面有两根棒子 铁丝 然后前面有两个金属套丸 那这个金属套丸很妙 它会用这个比喻好 好 一个套在那个龟头 冠状钩这里 一个套在阴心根部 然后就睡觉 因为睡觉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判断呢 如果你是心理性的时候 睡觉就没有心理因素了 对 就睡着了 那REM睡眠的时候 就是动眼 快速动眼期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男生一个晚上 会有三到五次的 自然勃起 这是正常的 对 越年轻越平反 所以男生每天都会有 早上升起的现象 对 那个就是生理没问题 对 好 广告之后来看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些小黄瓜 或者说是带皮香蕉 跟剥皮香蕉 这些之外 其实还有用一张油票 就可以吃到自己的问题 另外很多所谓的偏方 到底是不是真有效果 除了印度神油 很多人说吃虾 吃生蚝 哪一些是比较有效的 马上告诉你 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说 40岁 然后男生吞一支嘴 这是真的有道理的吗 你刚告诉我在临床上 40岁到70岁 两个当中有一个 可能就有这一方面的困扰 对对对 40多岁的话 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逐年增加嘛 是 到七时代就 几乎都一半以上了 因为二三时代 是男生的高峰 过了三时代 就慢慢下来 OK 那由于现在人 如果没有保养的 烟酒 应酬 三高不处理的 它有的会突然间 就掉很快 那我就要帮观众朋友 我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用小黄瓜 带皮香蕉等等 来了解自己 是不是需要去找医师 像如果说是去皮香蕉 就一定要找医师 但问题是 因为这跟年纪 年纪会跟频率有关 然后也跟每一次的表现有关 那如果说 他年纪已经大了 那如何对应到这一张 到底这个判别标准 他什么时候知道说 他要去找你们 其实我都觉得 这个表 对男生来讲 他自己就知道 他OK 不OK了 对 他如果觉得不OK 我们都不需要这个表 对 其实这个只要一般 看着对方的表情 我们就知道不OK 要不要去救医了 对不对 不过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表情常常是假的 我遇过那个六十几岁 大家都说 他多厉害多厉害 结果没有 他老婆私下跟我讲 我都假的 这种蛮多的 其实年纪上就是一个主因 所以四十岁大概 我的经验也是差不多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主要来门诊的 大概都会在四十到六十多岁之间 这是一个最大的族群 OK 好 那很多人就希望壮阳 或者让自己表现更好一点 去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是 猛男要幸福 生蚝助性一级棒 我觉得这很OK 听过对不对 因为他们说生蚝就是天生的这个 所谓的助性的这个东西 真的 而且说实话在年轻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要看年纪 年轻的时候当然有效 二三十的时候 好 吃了病病酒 真的不得了 不得了的 对 一颗就不得了 但是久了以后 像我们这个年纪 吃了以后反而有百孩 你知道吗 为什么有百孩 因为你想想看 我是痛风的重症患者 所以本来想要助性 今天好多生蚝 晚上可以开心了 结果一吃以后 脚开始很痛 痛完以后 你怎么可能再做任何事情呢 所以有时候也是要看年龄 跟你的生理状况 真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这个东西我都把第一名叫助性 助性 患者常常跟我说 医生我不要用药物治疗 我不要治疗 我来吃这些东西可不可以 对啊 很多人这样想 这个我是这样讲 根据我今天虾头也非常有效 这个我要来看 第二个说 爸爸吃虾 因为虾子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绰号叫妈妈乐 就是当你那个 妈妈煮了一盘虾子 给老公吃的时候 你就知道今晚要干嘛了 对不对 因为妈妈要开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效 但是有一点也是很重要 就是 胆固醇 胆固醇太高 你吃完以后 对啊 开心变悲剧了 那就不行了 我可以补充一个例子 之前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那因为会有一些临床医师 他们在做 是专门治疗ED或是PE的 那他们会把他的精子拿过来 在实验室里面去跑电油 结果发现真的像这种虾子 带壳的萃取物 它在它那个浓度之下 它的精子 它的油动率 跑得活力比较快 这样 那你们有做过生蚝吗 生蚝就是 所以我们说 生蚝海� 对 生蚝海� 事实上是有它的意义 在那个环境之下 我们可以控制的实验范围 环境之下 看它那个精子 尾巴的油动非常快速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食补上的意义 对 接下来这个 很有趣 来 后帮我们念一下 小弟弟也要泡汤敷面膜 天啊 你听过吗 没有听过 好 那像我们之前碰过一个急诊室的个案 好 那像我们之前碰过一个急诊室的个案 它其实来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小弟弟也要泡汤敷面膜 其实红肿的非常大这样子 而且听说旁边还站了一堆小弟围着他 一堆小弟围着大哥一起过来这样子 对 然后顺便他们就拿了一瓶的药水过来 看起来像药水这样子 那后来我们一打开处理 原来它下面呢已经呢太膨胀 然后血管扩张 而且会有一些味道 所以在这地方要特别提醒 好可怕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迷思 坊间上说一些什么羊鞭等等那些的药 泡的药酒这样子 他们就把那个一个手帕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面泡得很湿润以后呢 当大哥呢 他可能要去做一些该办事的时候呢 他就先敷一个面膜 然后敷它呢 而且呢还要敷很久 敷它10 对 差不多20分钟这样子 天啊 所以造成它我觉得 就类似像那种硬度酸油 好像局部膜以后呢 它整个血管扩张 扩张到非常刺透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稍微要注意一点 太可怕了 你们遇过吗 这个自己乱搞的很多啦 其实是几百个Case以上都有 有的是擦辣椒油的也有 冠金油啦 所以其实身体都受不了嘛 对不对 我觉得男生很奇怪耶 这边的问题 他又不愿意来看医生 对 然后自己随便乱弄 那种很有勇气耶 我遇过那个套那个 你的为了让它大 有没有 套一个环啊 听过吗 有有有 我遇过宝特瓶的 戒指的 最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 那个水管连接的那个铜环 有没有 它套了之后 它会暂时写进去出不来嘛 所以它会脏 脂进不出啦 脂进不出 它会脏嘛 脏了它可以短正的使用 天啊 就有点像自己去乱买那个 正宫吸引器那种乱用一样的 那Paul 你听过什么奇怪的方法 其实我们听过的有一些 比如说吃的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像我们讲的印度神油 跟还有一些专门去那个国外去 他去西班牙 特别拿这种所谓的金苍蝇 金苍蝇 对 英文叫Spanish Fries 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 好像很多人还特别去 跑去买 然后在那个跟赤下多数说 这些神秘 我看说那不是苍蝇吗 苍蝇有什么好厉害 你说外面乱抓 他真的拿苍蝇给你啊 他有点看起来像是苍蝇 但后来他的学名其实不是 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那个东西 然后后来他把它弄完以后 就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以后 他有的是用泡的 然后他说泡的喝的话还比较慢 可能还要用擦的 所以各式各样都有 但我后来听说达到反效果 对 因为他擦了以后 就是感觉会让你整个麻痹 然后麻痹以后 但是问题是你在进行当中 后来变成男生麻痹而已就算了 变成女生也麻痹 天啊 好惨喔 我下面感觉不到 现在是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有时候他弄那边有的没有的 反而是让另一半不开心 所以大家忘了是 其实做这场是最开心的 事实上两个人都开心 然后反而弄了一个 两个都不开心 那不就怪了 好 所以真的千万不要乱试 奇奇怪怪的方法 刚提到前面两个是可以尝试的 因为它至少是新鲜食材 但是什么泡药酒 泡到流浓了 吐面膜 吓死人了 还有以形补形 对不对 这很多人是 这到底有没有效果 他这个以形补形的话 我们以前有讲什么牛鞭 羊鞭 其实如果说我们中医来讲的话 他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怎么吃脑 吃肾 我们要吃腰子补肾 这个确实是以形补形 但是我们才做研究说 你那些比如说 动物的那些边里面 其实它是含有一些雄性荷尔蒙 好 那有些人可能他在没有 烹调过度的情况下 那些荷尔蒙可能还存在 那你男性吃下去的时候呢 帮助你可能你觉得 你的性功能方面 好像有得到一些提升 可是这些东西 你在经过烹煮了之后 其实它都已经有一些 就是说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以形补形的 原理会比较大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 就根本都是自己想的 想出来的 对 就是说以形补形 那前面说什么 那个生蚝跟蝦子 这在中医里面 本草纲部里面有记载的 比如说蝦子 它是比较偏向补肾 就跟你的功能 比如说勃起的方面是有效的 生蚝的方面 它是比较偏向补肾 就是我们刚刚讲 可能精子的那个成熟度 所以两个需要的不一样 对 两个方面它偏重的所以不同 所以我们讲生蚝海鲜 就是两种它都有它不同的效果在 好 接下来这个 是刚刚你们一直提到的 印度神油 这真的是 也是自虐的一种方法 其实就麻醉 有面麻醉 然后让它充血 它产生一种假象 那像刚刚讲 它搬好那个 少量用的确它有那个效果 一般所谓的村药 其实它都是那个血管扩张 它都是某一种血管扩张 但是因为外面乱用的话 没有考虑到那个剂量 所以用过多 像刚刚那个西班牙苍蝇 中文叫班凹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一种昆虫它在地上跑 所以其实不是真的苍蝇 不是 它是用甲虫类 跑得很快的甲虫类 那它的班凹素 特别可以让血管扩张 特别是那边的血管 所以本来是以前有要开发 来做这方面的应用的 但后来就发现它有某些毒素 就没办法应用 所以是有毒素的 就变成坊间的偏方 好 所以偏方还是不能乱用 越用越糟 甚至要送进急诊室 这就不得了了 那么如果就以中医来讲的话 其实有一种 刚好是这个季节 很棒的一种蔬菜 对 好 它就是韭菜 所以我们讲说呢 出家人他就不可以吃韭菜 因为它是叫做起羊草 但它的功用呢 就是说它也是偏向补肾羊 那为什么出家人不能吃呢 它会让你有一些比较说 欲望会比较提升 它是偏向从欲望方面 你的心理上面 就会特别地会有那个信誉在 那因为当你有信誉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男生要成功能够 都跟太太在一起 第一个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再来就是说 它可以让你的肾羊 比较被提升 当然你的功能方面 比如说印度方面也会比较好 这个是韭菜的 对 好 这是新鲜食物的方面 那很多人好奇 在中药上 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比方说如果有一些茶饮 或者太太可以煮药膳的话 也不错 是 首先我们中药最常用的 第一个好名字就是说枸杞 枸杞的话 它就是一个补肾 一个很好的中药材 我们讲说出家千里务食枸杞 真的 好 就是说 要这个 有道理 出家人就会比较那个 所以不能吃这个 会怕有欲望 可是枸杞都用为是明目 对 好 这个话其实是在告诉太太的 就是说让你先生出门之前 不要让他吃太多枸杞 因为他出门在外面 会比较容易有出事这样子 好 枸杞 再来就是用营养货 营养货 然后我们中药可以很常经常在用来治疗 男性肾功能方面的 因为他也是补肾养 那再来就是用人参了 那人参的话 因为它是有补气的作用 我们任何的功能 气是很基本的地方了 好 我们用这三个药材 你把它各三千 还蛮好记得 对 真的 各三千 然后味道其实应该是还不错 可能是有点甘甜的味道 好 试试看 我蛮需要 老师 我有个问题 那个人参是随便人参都可以吗 什么党参 西洋参 或什么参都可以吗 我是建议是说其实党参的话 它的性味是比较平和的 有的人可能想说我用高力参 高力参好像很厉害 高力参好像很厉害 对不对 我今天算错了 高力参不行吗 高力参它要比较挑体质 因为高力参它就是真的是很 比如说很温热的一个药材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有高血压的情况下 就比较不建议吃高力参 其实像那个甜甜的这个饮料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的药味 还有这种所谓的 枸杞正常的这个甜味 其实这个每天喝都很OK的 真的 真的 它是每天喝可以的 是可以每天喝 那女生可以喝吗 女生的话呢 其实我们比较偏向就是说 女生当然也会有 肾阳虚的问题 比如说女生如果肾阳虚 你如果以生殖方面来讲 可能就会有性欲比较冷淡的方面了 了解 对 好 那还有一个部分 像这个喝茶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有一些药物 倒是会抑制那一方面的功能 提醒大家一下 最常见的就是精神科的用药 对 那实际上这个有个迷思 就是精神病本身也会影响性方面 那高血压的话 也常被病人这样讲 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迷思 因为现在血压药 大概只有里面某一个种类 会有其他大部分都不会 反倒是高血压本身会影响这个波及 对 所以还是要乖乖听医师的话 吃药治疗 否则的话反而变成 癌压也不好了 然后可能 你所在意的性功能方面 也会有影响 广告教终来看 那么在治疗方式上面呢 中西医的治疗方法 还有增加情绪 或者说帮男性按摩一些瘦 是不是也有帮助 是的 会有帮助 好 等一下告诉大家 小儿家庭幸福美满健康 生机勃勃 如果真的需要治疗的话 要听医师的话 第一个呢 心理治疗 如果都排除了其他的因素 发现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魏老师你们会怎么建议 其实心理治疗不外乎 人是实地物 人是不能换的 后面那些都可以去做调整 可以换地方 比如说时间 对 换一个地方 因为地方的话 一个新鲜的环境 其实事实上 就会造成我们一些欲望 因为其实可能在一些 比如说一些邻近的 一些特殊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旅馆 旅馆不一定是 一定要和那个小三小王去 旅馆的话 其实很多都是夫妻一起去的 这样子 而且重点是 时间上一定要悬好 因为我们多数看到一些 新阴性的 多数都是因为刚做妈妈的 然后他为了要照顾小孩子 好辛苦 对 回到卧房 就想到小孩子就连结 要哭啊 对啊 他就会没什么兴趣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可能是把小baby 可能先请保姆 或家中长辈带一下 我觉得时间上的选择 也是要注意 对 好 后面几个呢 这个就是那个心理治疗 在密尿科的眼镜 治疗的眼镜上也是 就是1970到1980之前 大概都是认为是心理因素 后来才发现就是 有做了一种简单的测试 英国在 好像在18世纪 19世纪就有了 就用邮票 贴在那个 银巾上 这是一个鼓方法 就是贴在印尽上 然后寄出去 寄出去 对 如果OK的话 可以寄的话 当然可以寄 所以一晚起来 看看那个瓷孔 有没有 邮票的瓷孔 有没有被撑开了 撑得 因为它力量如果够强 它会把它撑开嘛 邮票就破掉 对 那因为这个理论 后来被注意到了 就发现 原来夜间勃起 可以来判断 它是气质性 还是心理性 所以后来才开发说 原来是血管因素 所以到1980 1980的时候 有发明了海绵体注射 要做之前 大概一个小时 到医院来 那我们会准备这个针 把它直接刺到 顾顾跟绵体里面 好痛喔 想到就痛嘛 对不对 他们都开玩笑 你如果要方便 就要练刺鸟神功 自己 帮你打几次之后 你自己在家自己打 自己打 事前大概一小时打 每次打 每次打 天哪 每次打 那还得了 算了 一针2000多 很多人要打 好贵喔 20年前的2000多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方法了吗 不需要这个麻烦了吗 还有 还有 如果什么药物都没效 打正是一条路 因为那个有效率到九成多 那也因为这样后来才开发 威尔冈这一类的药物 它就吃了让它充血 能够扩张 所以口服药物是现在治疗的主流 对 但也都要在医师指示之下 因为其实假药衣大堆 假药衣大堆 对啊 有人乱吃 而且坊间有的 我那天才遇到一个顾客跟我讲说 他吃了什么美国人给他的什么草药 多有效 多有效 所以比威尔冈还有效 我不好意思讲说 它里面应该都是加了 吸药的成分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重阳药只有那其中 以外的大概都没有效 OK 所以大概草药什么有效的大概都是 所以自己去网络上乱买的 或者天方朋友给的 真的非常危险 再来真空吸引器 今天医师也带了特殊的用具过来 这个就是因为知道它是 血量进去不足嘛 对 那我们就类似拔罐这样的观念 就利用这个吸 有点像抽水马达 帮普帮它吸 我们制造一个负压 把那个血吸到阴晶里面 因为它不能主动进去嘛 不让它被动的进来 那假设这个 I have a pen 你要来唱歌是不是 OK 假设这是阴晶 那这个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是真正的医疗器材 这是医疗器材 医疗器材 不是坊间那种真空吸引器 它是有设计过 有安全性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去 请去店乱买 不过网路上乱买 网路上才有 很多 很多 Paul刚刚说他的网路都会跳出来 有时候那个的时候 他就故意一直跳这样 对对对 你想增大吗 想怎么样吗 那现在这个东西主要的用途 用在像阴晶癌手术后复健 术后复健 赶快复健 了解 避免那个阴晶萎缩 或是那个性功能维护 就有帮助 那他这个有设计过去选择 负压的方法 对对对 了解 然后它有设计过它有安全性 对 它不会让它变成就是 浮现这样 有的去房间乱买那种 可能又要去急诊室 我们在急诊室都遇过 把书咖整个都熬成了 还有天啊 变得像茄子这样整个 还有个安全双子 还是要正确的方法找医师 所以这个是做 目前来讲做复健用 目前的治疗大概就三大类 好 那另一个这个比较特殊 正波血管新生 它写血管新生 所以它是会回复了 对这个神奇的地方就是说 在那个 我们的血管它会逐年减少 对 假设原来100条 剩50 那我们是利用 现在都是用口服药物 让它梳脏 再进去100cc嘛 对不对 但如果能够让血管再生回来 理论上是应该就是 更好 回到年轻的状态嘛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以色列他们做了一系列 震波的实验 那这个震波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它其实早就是泌尿科 用来打结石的 就那种震波 那种震波 就一样一样 远离都一样 我打过 打了之后就是像血管新生 就刚刚讲的 血管本来这么多萎缩了 变这样 打一打它再长回来 就一个疗症做完 国外的报告 跟国内目前用的结果 7层 7层有效 但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都是在医师的这个 跟医师讨论之后 医师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而且一样嘛 是越早治疗 效果越好嘛 对不对 这是西医方面的治疗方法 那中医方面呢 对 我们中药的话呢 当然就是说 还是会以你的体质 是什么原因 但如果说是这个 就是说 勃起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跟 心脾肝肾肾会有关系 这四个丈夫有关 比如说你心脾虚的人 他可能比较多表现在说 你白天是用脑过度 那像这种人呢 他可能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过度疲劳了嘛 那所以他的那个表现的话 他可能大概是像那个 带脾香蕉的那种硬度 所以也会有不同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肝气郁节 我们刚才讲说 心理治疗的方面好了 对 他就是属于肝气郁节型 像这种人 他可能因为心情不好 然后连带他连性欲 就第一步 他就已经有受到影响了 那像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就是很 很直接就是说 已经没有带皮的那个香蕉了 他就会 当然他一开始 性欲也会比较差 那再来我们 另外一个讲的话呢 就是跟肾阳虚最有关系的 那肾阳虚的人 他可能直接就是举弱型的 对 他就是可能直接功能上 就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影响 那像这个的话呢 我们治疗上 首先第一个就是 会先以那些 补肾阳的药为主 所以药物会不太一样 除了吃药之外 按摩或者 像中医有时候会用针灸 还会用到针灸的方法吗 会 这个 对 因为可能男生在想说 我吃药方面 我也希望局部有一些刺激 已经有穴位的方式 那我觉得说 你如果说平常你除了 可能说我们针灸 大概一个礼拜 一到两次 但如果说你自己按摩 当然是很好的 可是很好奇啊 针哪里啊 那感觉也蛮恐怖耶 我只针那里吧 10秒 那直接就放血了吧 对 那个就直接太刺激了 而且其实没有效果 我们当然还是穴位 还是更有点类似配穴 它还是每个穴位 有不同的功用在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现在在家里头 就可以把这些穴位学起来 自己按 或者太太帮先生按一下 对 也有帮助 好 来 告诉我们是什么穴位 来 首先呢 我社会建议是说 我们是在肚脐下面 你先找到自己的肚脐 那我们的尺寸方式是以自己的尺寸为主 好 我们先用四痕子 四痕子 四痕子放在肚脐下 下方 这个是肚脐下三寸 这个穴位呢 你直对肚脐下 这个就是观原穴 有感觉耶 对 像观原穴的话 它跟我们补阳气有关系 我们刚刚一直讲 那女生按这里有什么帮助吗 其实女生也是 因为这边都是我们的生殖系 子宫 对 生殖系统 但一样就是说 你有一些补肾阳的功用 如果女生有一些公寒 子宫比较寒冷的问题 想要帮助怀孕的方面 你自己可以多按耶 或者上班时间你无聊 坐在那边就可以按一下 你的观原穴了 好 那我们刚刚讲说四痕子 再来一半就是两痕子了 好 这个就是肚脐下一点五寸 这个是我们的气海穴 为什么讲气海呢 就是我们人体元气的聚起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像海一样的地方 我们任何的功能气是最基本的 所以这个叫气海穴 好 那再来呢 这个就可以请太太帮忙了 好 后面 在后面这个叫做肾书血 我们从肚脐往后 对 就是说 对 是 然后我们往后会摸到脊椎 好 那你再往旁边 大概也是两痕子的地方 就直接按压下去 你会觉得有一些 其实蛮好按的 对 会有一些凹陷 对 其实就是那个腰窝的部分 对 你会摸到凹陷 然后有肾脏的 对 所以我们讲说 男人肾跟腰很重要嘛 所以我们多按压我们的肾书血 会对我们的 比如说各方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如果太太要帮先生按的话 肾书血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啦 会比较好 或者有没有 对 往上按啦 或往下按等等的 对 其实不用 当然是先生你就是趴着嘛 趴在床上 那这也是可以你提升你的一个 情趣的方法啦 然后帮先生按摩 帮他 比如说他上班一整天很累啦 然后让他放手 就我后来先生发现说 怎么都不是按肩膀 都按肾书血 都按肾书血 好 那你一次呢 可以按压十下 那一次你就数十下这样子 那也三个循环就可以了 OK 好 这在中西医方面的治疗方法 那么食物上 我们刚刚说强筋补肾 而且冬天大家知道 原本就是补肾气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来补的话 是不是更好更有效呢 另外水果当中的 有一些特别类别喔 说柑橘可以让大家 不用再伤脑筋吗 好 要怎么样帮自己 或自己的先生养精蓄锐呢 今天有一些好方法要告诉大家 透有相关的研究说水果很有帮助啊 水果 我听说他们在美国有一个 那个临床时间说 不管是蓝莓类柑橘类 甚至我的最爱的烘葡萄酒 所以适量的话呢 可能对我们男性的一些 血管的这个活路方面 其实有很大帮助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 我也以前以为说 吃的东西一定要弄很贵的 很生猛的 才有鼓的那个体力 就没想到蔬果类的话 也会有帮助 对 而且柑橘 刚好现在是产剂 对 其实一般柑橘的话 它里面还有一些所谓的 同分类的一些分子 那刚刚Paul有提到说 那红葡萄酒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所谓的白梨乳醇 这些其实在血管的弹性上面 有它的一些功效 这样子它可以维持 比较好的血管弹性 听说魏老师 其实是很有心机的 就是养精蓄锐方面 从早上一大早就开始 斤斤计较嘛 应该是说是神机妙算项 那制作单位当初跟我讲说 我说什么叫好太太 明明就是好心机 其实早餐的话 我们这是一般来讲 我们会建议的 因为里面呢 第一个你看早餐上面呢 我们有一些 比较优质的蛋白质 蛋白质 所以你都用这给杨医师吃 对 我自己也在吃啦 这样子 因为其实这里面 不论是我们在讲的鲜奶 一些优质蛋白质 它里面有大量的一些色胺酸 还有一些金胺酸等等这些 那苹果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什么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这样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辅媒 那辅媒可以帮助我们 生理机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多吃生鲜蔬果 那再来坚果 其实坚果就像 刚刚李医师有提到的 就是以形补形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坚果 为什么 坚果的话 我们会喜欢吃妖瓜之类的 其实有效 真的 对 因为它里面 还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 矿物质 微量矿物质 那这些其实在血管弹性上面 还是有它一些 调理性的功能 对 因为我吃过 其实还最厉害的 除了这些坚果类 还有那种南瓜类 南瓜类是真的 因为每次吃完南瓜类 我感觉色腹腺就瘦了一点 就感觉又可以活力旺盛 这样感觉 不会感觉肥大感觉 其实过年期间 很多人就是吃南瓜类 对 你如果摸摸 你可吃一些健康的南瓜类 反而会更好 因为南瓜类相对来讲 它单位的热量 也比较低一点 对 比较低一点 是这样子 对 那再来呢 午餐的话就是排骨 排骨其实就是卤排 因为其实还是要提供 它优质的蛋白质为主 那重点是在香蕉 因为香蕉里面 有大量的一些色胺酸 色胺酸转变成血清素 那血清素就是维持好心情 这样子 那到了晚上以后呢 在五点的时候 我们会补充一些黑巧克力 等等这些 除了早餐午餐 还有早点午点 你真的好有心机 这个一定要的 这一定要 因为其实巧克力 或是咖啡里面 其实它会有一些大麻黄铜 那那种东西呢 会一般来讲 我们常常在讲说 那就是爱情的迷幻药 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到了情人节的时候 巧克力特别 对 那其实呢 科技呢 真是来自于人性 事实上呢 在食补上面 它那种大麻黄铜 会让我们会感觉到 非常幸福的感觉 是这样子 而且里面我看到 其实蛋白质成分 还蛮高的耶 对 蛋白质的话 就像我刚刚在讲说 我们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精子 放在一个纯蛋白质 尤其是生蒙很鲜 那种的蛋白质 有带壳类的 刚刚呢 张艺术有提到 有虾壳等等 我们把那壳和虾子 虾头 全部放进去 然后之后呢 泡的一个呢 萃取液 和一般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缓冲液 你把精子放进去看 你就会看到 那个电容跑的速度 哇 差异很大 那些在一些 比较丰富 优质蛋白质的 这种缓冲液里面 它的油动力 是非常足够的 可是我觉得杨艺术好可怜 为什么晚上不能吃啊 晚上吃会 会担心肥胖啊 因为已经过了半百的人 那肥胖 其实才是造成 不论是心理上 或生理上 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跟它 不论是它的勃起障碍 或者是它提早射精 都是有关系的 好 这我就先来看一下这一张 造成性功能障碍的原因 肥胖是最主要因素 对 我听过很多朋友 其他这些可能都有一些特例 但我有一点是没有特例 就是只要是肥胖 基本上那方面都会有问题 第一个视觉上 就已经把它吞噬进去了 所以你已经就是先天上 比人家矮了一截了 这一点是重点 第二个 我发觉肥胖的 它是第一个不动 第二个这个所谓的那个 新陳代谢或是那个 它的那个基础的代谢率又很高 第三个的话 因为他们自己长期没看到 甚至我朋友说 还被他的老婆笑说 你有多久没看到你的这个小弟弟了 因为肚子太大了 中广 连这个所谓的姿势都有问题 所以在身体上心理上 还有这个形象上 你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交瞎这个处理以后 其实肥胖我觉得最大问题 只要一减肥胖以后 马上重振雄风 真的是这样 肥胖是万病之源 特别是在ED这方面 对 所以你如果看到中年人 他开始在运动 你就知道 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肥胖 造成他的这个勃起障碍了 那如果说想要减重 然后在肌方面表现比较好的话 有特别要训练哪里吗 要练下半身 蹲马步 不要坐太 不要深蹲 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练马拉松 骑脚踏车 我不是很建议 可是骑脚踏车也是下半身 都好吗 不要骑太久 真的我遇过太多 骑太久之后 它变成压迫到摄入线 了解 压迫到摄入线 然后它循环变不好 变不好 结果就真的有这种勃起障碍 射度就好了 其实一般运动的话 其实因为会随着年龄增加 可能在ED上面 它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一些 比较上了年纪的一些男性朋友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去游泳 因为游泳 它是一个全身的有氧运动 对 它是相对来讲又比较温和 然后有那个福利的感觉 其实也可以让他整个的 血管弹性 会达到最好的一个放松效果 甚至如果女性的话 提早在生产完之后 就开始要做那腹部核心的运动 这样子 对 那事实上 你可以坐在这地方 然后你自己感觉上 凯格尔运动 对 凯格尔运动 那股盆下运动 就可以那顺便 可以到达腹式呼吸的效果 那真的是一功效 然后一种运动 两种双重功效都有这样子 因为它在运动的时候 整个骨盆底的肌肉 它就会整个收缩起来 那收缩的时候 其实不论是女性或男性的 阴部的肌肉 它也会跟着 会有训练它的收缩力 所以你长期做这种收缩 不但让我们的弹性变好 也可以让血管的弹性维持很 男生凯格尔运动 Paul有在做对不对 有 教大家一下 听说之前就是除了这个 就是其实跟女生的一模一样 就是你在办公室做的时候 或者是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 你感觉要好像把尿尿那个 把它闭起来 把它锁起来 要禁尿那种感觉 然后一分钟放开 一分钟放开 这样久了以后 我说实话 我自己的感觉 亲身经历是不管是在时间方面 或者是在这个硬度 刚刚讲的硬度方面 都有很大的提升 然后甚至有一个进阶版 就是你可以这样深蹲以后 然后用这种所谓的臂 然后放臂 这种放这种感觉 像这样 然后臂 放 臂 放 这种感觉 那感觉起来 事实上你的这个下半身的 这个所谓的肌肉群 跟这个大腿肌群 都有运动到 而且坐三天 感觉自己就有慢慢慢慢 有点那种感觉会出来 坐三天而已 三天啊 这个就练到我们 所谓叫做PCG 就是植骨到 肩椎这一条 这一条刚好是在夹住 那个阴间海绵体 那个尿道出来 那个 那个区域 摄护腺那个区域 对 所以练这个对射精 跟那个摄护腺眼镜 都预防都有帮助 可以每天随便就搜索 练 练它个几百下 这有帮助 几百下 我都练99下 常常99 这是你的99神功 对 常常99 练99神功 我们练很大部分 大家都不愿意来 它会拖到那样来 对啊 真的很简单 所以都要鼓励他们 比方现在看电视 大家也可以做啊 然后训练一下 又可以预防 像攝护腺肥大 等等的问题 食物方面 还有一个很棒的药膳 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讲说 太太呢 你可以很有心机的 做这一道菜 很有心机 尤其现在是冬天的时候 更是我们 补肾羊的好时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第一个就是说 准备你要准备虾子 我们刚刚讲 虾子它是补肾羊的 好 那鲜虾的话呢 它就是用500克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以用肉桂25克 肉桂 跟栗子20枚 为什么我们特别讲说栗子 第一个它方便之外 它又干温补肾 好 那我们就把这些食材 当然要先洗过之后 你加一些绍兴酒进去 它会让它的味道 变得很香 然后另外就是说 酒的话 它可以推住我们的药型的 一个通行这样子 好 那我们肉桂的话呢 它是不胜羊 那你当然是说 你夏天的话 你可以改成桂枝 因为桂枝 它可以通行 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 所以这个就是冬天跟夏天 你可能稍微 有点不同的地方了 好 这个酒 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过量 不要过量 过量又不晕倒就没办法 变成义士了 真的 好 那医师请教一下 在前面的食物 刚刚提到南瓜籽有帮助嘛 还有这个海鲜类 蛤蟆之类有帮助 那像山药啊 大蒜啊 五谷杂粮之类呢 对 这个也都是因为它如果含 维他命E 或是微量元素 像山药 它本身有一些那个 黏黏的 对 大概中医的观念 好像这一种的都对着 山药是真的很好补肾的中药材 而且它没有什么不好的 让你有不好的反应出现 这个我认为 如果当营养补充 应该都OK 但如果已经有问题了 再只靠这个 大概就 还是建议要 就医检查比较好 好 两个层次 如果说平常养生方面 可以学学我们魏老师一样 很有心机的 蛋白质的补充 还有这个其他很棒的 我现在研究出来海鲜类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山药 南瓜籽 柑橘这些都很好 但是当然有问题的话 找医师赶快来治疗 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了 健康2.0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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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